台湾面对疫情的种种表现获得了国际好评 英国卫报撰文夸赞蔡总统 文章当中更把蔡总统跟德国总理梅克尔等等女性领袖并列 团结一次对抗武汉肺炎 台湾防疫表现出色 英国卫报以为什么女性领导人在处理新冠病毒危机时比较成功为标题 讨论女性元首的防疫经验 内文特别阵扬蔡总统对疫情反应迅速 一月初启动疫情指挥中心 祭出出入境管制检疫跟公共卫生措施 也因为温暖跟权威公信力让她赢得掌声跟赞誉 甚至包括政治对手 总统也跟德国总理梅克尔 纽西兰总理丹麦总理 以及芬兰总理等四位国家女性领袖并列 总统也表示过国际社会多次肯定台湾在防疫上面的表现 这是我们全体国民团结一致努力的一个成果 但防疫工作仍然大家还是不能松懈 那台湾也仍然会继续向世界展现我们的贡献以及热忱 这也是继时代杂志 富比市杂志还有CNN之后再度登上国际版面 面对疫情 台湾能守住 同时也能伸出援手 口罩员外行动陆续送达友邦 还有欧洲国家 疫情艰困的此刻 台湾还能雪中送炭 收到的国家都竖起大拇指表达感谢 物资援助得到肯定 口罩外交提升台湾能见度 借着稳住疫情 防疫经验跟措施 也成了各国争相学习的榜样 记者小鸣 先回升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